行职已经来不及了 都听好了 冲出去 打 内阁调整了抄家款的分钱方案 占用前线军需 百官俸禄和百姓的赈债款项 给嘉靖皇帝维修宫殿和道观 嘉靖皇帝养老和修仙的地方有了 但前线军队只能固守不公 灾民也只能恶嫖遍野 朝廷百官甚至连个年都过不好 最先提出不满的还是朝廷百官 汉林院 督察院 国子坚 这帮被嘉靖皇帝评价为废人的读书人 齐聚西院进门外 试图执见皇上讨个公道 此时的嘉靖皇帝正站在靖门城楼 皇警随事 嘉靖皇帝对皇警说道 朕带你来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大明都是些什么官员 再看看陈红的厉害 百官今日的阵仗对于嘉靖皇帝而言并不稀奇 四十多年前 这位坚持计统不计寺的皇帝 就曾面对过更为严重的情况 当时的嘉靖皇帝十几岁 现在的嘉靖皇帝年近六旬 心中自然不慌 只是黄警可不敢这样想 主子 咱们先回宫吧 你今年多大了 主子知道奴婢今天四十了 主子今天在这里要是经了假 可不得了啊 奴婢得立刻伺候主子回宫啊 敬仗 请家的事你还没见过呢 三十五年了 那一次跟朕闹的人 比这一次多得多了 好些还是大学士 朕一个人对付二三百人 把他们全杀下去了 李方当时就在朕的身边 可惜你那事太小 没意义上 家境三年 大礼义事件发展至高潮 左顺门外 二百多名官员集体上书 年仅十八岁的家境皇帝 当场便仗死了十几个人 仗伤了好几十人 还抓了好几十人 正儿八经能给大明官员们 上了一堂科普课 待他们了解了 谁才是大明王朝的扛霸子 现在朝廷百官又冲着自己来了 家境皇帝 一战帝王霸气的机会又来了 他自然不会离开 对付朝廷百官的戏码 马上上演 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公公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要谋反吗 我大明朝 只有死贱之臣 没有谋反之臣 我们有奏书 要支撑皇上 安门不是谋反 安门是死贱 皇上杀了我 他就是昏君 我就能落下直言纳贱的 真臣美名 你猜皇上会不会杀我 扣帽子不行 这位公公开始改变策略 开始讲道理 上书有上书的路 先交通正史司 再有通正史司 交私礼界 对点规矩都不知道吗 我们参的就是通正史司 还有各部衙门的唐官 还有内阁 这个奏书 我们不能交给他们 上书是有上书的路 但我们谈和的 就是这条路上的职能部门 甚至还有朝廷的权力中书 内阁 不将奏书 直接交给皇上 交给谁 两轮交手下来 公公败下阵来 现在我明白 大礼仪的时间 为何会持续三年之久了 读书人果真难缠 接下来 内阁首府徐杰登场 不是艰难 我们没有做好 对不起列祖列宗 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 可事情 总得一步一步地去做 这个时候 大家不应该到这里来 惊动了圣驾 你我于心何人 徐格老的对付手段 分为两个步骤 其一 先烂则胜 毕竟人家弹劾的对象 里面就有内阁 徐杰这位内阁的一把手 自然要首当前冲 先领错 以示安抚 其二 再扣帽子 读书人不就讲究个理吗 你们这样闹 人臣之理何在 至于君父何地 只是徐格老真要两句话 就能镇住场面 这一场集体上书事件 恐怕也不会出现 百官们知道 徐杰不是严松 没狠心 没狠手 所以百官们并不怕 李清源代表于 以了反击 徐格老 这些话你们内阁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不知道格老说的 一步一步去做 要做到什么时候 圣上把大明江山 都交给了你们管 北边抵御达达 南边抗击倭寇 都没有军饷 那么多流民灾民 仅在顺天府这几天 就倒卧了一两千恶嫖啊 翻译一下这段话 你们内阁的原则就是 遇事先认错 认了继续错 在你们治理下的大明王朝 军队没有军饷 灾民没有阵纪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好意思 说这些话的 注意了 李清源提及了军饷 提及了灾民 可就是没有提及 他们真正关心的所在 俸禄 这就是吵架的技巧 强调官员的欠奉问题 叫自私 可强调军饷和震灾 就是为国为民 徐杰败退 赵真吉顶上 我们来看一下 不沾锅的高超反击技巧 吵架的必备技能 先大声喝止对方 给自己争取发言的机会 谁说南北没有拨军饷 哪里就至于 恶嫖遍地了 一早 户部就接到了 大兴婉平 有恶死的百姓 我们便立刻 动用了通州的军粮 派人阵计了 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 户部是欠了你们的奉路 不也是一点一点 在补发吗 我们内阁几个人 今年都没有领奉路 还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 白天我就跟你们说了 高大人也跟你们说了 欠发的奉路 一定想办法 在明年开春 给你们补齐 这个时候 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闹 这句回击最为关键 直接揭露了 百官集体上述的真正目的 什么为国为民 还不是为了自己那点俸禄 杀人诛心 吵架更需要诛心 这几句话 几乎能直接打掉 对方的理直气壮 胜利在即 赵臣吉最后一句话的关键 在于偷换概念 在于将百官的进攻对象 换成家境皇帝这样 内阁才更方便说话 为皇上说话叫中军 叫十大体 故大局 为自己说话 说服力就明显下降 反击初衷也会大打折扣 来看李清元的反击 我们不是来闹欠缝的 没有钱过年 我们喝口粥 吃口白菜 也能过得去 是 也不能承认 承认了 这样集体上书性质就变了 为国为民叫死欠 为了闹欠缝 最多叫维护自身 该得利益 这就是和他们吵架的 出发点相悖了 百官群情激愤 场面马上叫失控 站在城楼上观风景的 嘉靖皇帝突然问道 陈红在哪呢 黄景回答道 回主子 东厂 政府司好些人都来了 只是不见陈红 没来和没看见的意思 虽然一样 但却能掩盖自己 趁机告状的嫌疑 又学了一招 嘉靖皇帝说道 知道他去哪了吗 奴婢哪里知道 就在镇的脚下 他在找 找朕下旨 他好大开杀戒 嘉靖皇帝知道 徐阶赵真吉 对付不了这帮读书人 只有陈红才行 因为陈红不讲理 因为陈红有 更直接了当的方式 只是嘉靖皇帝 不会给陈红这样的旨意 恶民自有恶人当 嘉靖皇帝 可不愿背上这个恶民 只是陈红也明白 如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自己这个私利间 掌印太监也就失去了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也就是说 嘉靖皇帝等得起 陈红却等不起 于是陈红不等了 冲出去 打 对付读书人 讲道理没用 直接动手就行 擅自偏打百官 黄锦心生不忍 对嘉靖皇帝说道 不必要参尘红 柱子荣赠 参尘什么 未曾请主 独打百官 这是简约 他为什么要独打百官 百官有错 无非是对徐哥老他们有所不满 上个书也不至于造这样的毒手啊 肚子 你呀 太老实了 他们这不是对徐杰不满 他们这不是对徐杰不满 也不是对内阁不满 他们这全是冲着针来的 陈红 叫他们别打了快入手 无非是因为朕盖了几座房子想养老 因为从不严实翻载他们敢这样 这一位陈红 就拥在一个狠字 倒是连陈红现在都没有 大明朝立刻就会翻了天 对于每一位封建帝王而言 皇权从来不容挑战 对于初一登基 就曾被挑战过的嘉靖皇帝 更是如此 重用颜聪父子 是为了压制百官维护皇权 重用陈红亦是如此目的 可重用狠角色 同样面临着全臣篡权的威胁 所以严松当权 由吕方制衡 所以陈红当权 亦有徐杰制衡 满足嘉靖皇帝的私欲 替嘉靖皇帝背负骂名 让躲在金社里的嘉靖皇帝 既有了钱 也有了脸 吕方和徐杰 则替嘉靖皇帝平衡朝野势力的太平 让嘉靖皇帝坐享皇权稳固 大明稳固 帝王心术从来如此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朕不得不这样做 你现在应该明白 朕为什么要旅方到南京去 这样的事 旅方不会干 朕也不想让他干 只是帝王也是人 也是肉场的 心肝肺俱在 感情意识丰厚 恶人不需要好下场 但好人却必须落在善终 嘉靖皇帝重用吕方 有私情 他就想让吕方善终 嘉靖皇帝用陈宏 只用一个狠字 哪管他下场如何 面对权力 服从就是 千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服不行 不服就会挨打 没有 我 杜呀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